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目前來看的話似乎又出現了跌幅收斂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今天最主要就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在昨天我也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其實短線上來講 它出現了急漲之後 那容易出現拉回的一個走勢 容易出現拉回的走勢 因為這兩天其實是因為巴菲特的一個入股 有買進了台積電的ADR 所以造就了這兩天的一個上漲 好 重點來了 我都跟大家講 那台積電的 現在的台積電 跟過去半個月的台積電的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沒有 你看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舊的 不管它的技術 不管它的客戶等等 其實大部分都是舊紋 都是舊紋 你股價在這邊跟這邊的基本面是一樣 了不起多了一個就是巴菲特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揭露的一些基金等等 那買進了 所以讓它的股價漲 那對於未來漲望的部分 說真的會有改變嗎 假如台積電的未來的基本面是越來越差的 或者是越來越好的 會因為整個產業的趨勢 整個個別的公司會因為巴菲特買的 然後結果完全都不一樣 假如未來的產業是會謹慎的 結果他買了之後 變成未來的產業是樂觀的 不可能嘛 大東電 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大家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市場上有時候真的 當然有些人又跳出來 之前把台積電罵的 有一個自稱為大師的 大師的 國師啊 國師 之前台積電在跌的時候就說什麼 現金股 就是他的現金股息殖利太低了 第10年期公債殖利率 那反彈上來更第10年期公債殖利率啊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就講巴菲特 看好了之後好像變成 又恢復到護國神山 之前跌到這邊的時候 一堆人罵到要翻 那現在的時候歌功頌德 我真的不知道該 那你現在真的要去追台積電嗎 不要追啦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是真的算一家很不錯的公司 這個我認同 就像之前跌下來的時候 300多塊我們叫會員買的時候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480你去追 我跟你講你去追短線上會套牢 套牢之後會不會再過這波段的高領 我跟你講不一定喔 這可不一定了 所以我不太建議 其實你比如說像今天拉回要不要買 我覺得不要 要再看 我理解說要再看 這家是老公司沒有錯 可是要看全球股市的部分 有沒有產生一些的變化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等一下我再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我的看法跟 因為市場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看了今天的股價 看了昨天的股價 然後來跟你分析 那為什麼他不叫你在400塊以下買台積電呢 他為什麼等到漲到越漲上來了 這邊才跟你講 喔 看好 這不是正銷的不是這個意思 反而我在這個地方我跟你講你都暫時都不要買啦 跌到470能不能買 我覺得也先都不要買啦 跌到460能不能買 我跟你講不要再買 要看啦 真的要看全球的狀況 台積電的漲 就從之前我說Samsung漲了 那費一半這一段也漲了 所以當然他會漲 那我問你 假如未來一個禮拜 未來兩個禮拜 費一半假如拉回來 我們講再扯一點的 當然我不是這樣認為啦 費一半假如再破這波段的 假如再創新低欸 台積電會漲 台積電會因為巴菲特買了而再漲嗎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現在不要又受到市場這些 那你看一下 其實有時候我再講一下指數 其實今天我跟大家報告 殺下來之後是合理的啦 再拉起來之後 我跟大家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又high了你知道嗎 今天成績要2400億 我跟你講今天當中一定非常多啦 high是high一時之間啦 之後的量會慢慢的萎縮啊 你看昨天的量是多少億 2800多億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天大量之後 隔天其實是量縮 這一天又爆了巴菲特之後 所以這兩天來講 稍微量又比前一天 這天來的大 那現在又變成2400多億預估 我問大家 這個消息大家總會慢慢的鈍化 因為台積電回檔的時候 基本上 假如他回檔了20塊 我跟你講大家不太會講 萬一回檔50塊 我跟你講被罵死 你那時候就是八爺爺八個 八獵桃咧 八爺爺 你知道 所以操作股票是這樣子啦 那其實今天拉起來我覺得 沒有我覺得你佈局產業未來展望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跌升反彈的股票已經陸續結束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可是你真的要佈局 控制好持股比重 甚至於可以做一些避險空單 甚至於你買00反應 我覺得那都OK 就你有多單的狀況之下 你去避險 OK 那你要買什麼 還是買未來成長型的產業啦 當中的股票啦 這個才是中長線去保護短線的概念啦 大家真的要了解我的意思 不要再去追那些跌利生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講過面板 你不要去碰 面板又怎樣 之前大家不是一堆很樂觀嗎 非常樂觀 上來喔 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這種 然後咧 最壞預期過了 然後咧 它有爆發力嗎 然後咧 大盤漲了這一千點 它先板彈完之後 大盤漲了 真的漲了這一千點 你看一下面板有漲嗎 你看一下就好 我一樣面板有漲嗎 一千點耶 多少股票已經彈兩成 三成 四成 甚至於五成了 一千點耶 他才 友達才這樣耶 一副一割破底的樣子耶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 不要再去買這些 這些不是你想像的這樣 那些人真的不懂產業啦 很多人昨天看記憶體搶了之後 又有什麼 又有社會中美貿易戰 又有一堆人去搶了記憶體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 記憶體類似面板啦 你真的要買記憶體 我等一下跟你講啦 你真的要買半導體 等一下我跟你講 其實這些我都講過 你要買真的未來產業趨勢向上的啦 成長型的 大家講 就是你上一波就像 這邊的時候 我們去買股票的時候 其實我們買的那時候 我們也都認為這些的股票 是被低估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國務區 不管是環球區等等 一堆的股票 其實這一波的漲幅 在我們買完之後 幾乎都在起床點 真的漲幅非常的大 甚至於都漲五成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有時候我真的在想 不要再去亂買那些 跌升反彈的股票了 真的我不會騙你 我跟你講 這一波指數回檔 我跟你講 那些跌升反彈 真的未來展望還不明朗的 甚至於 明年真的 庫存還要繼續修正一大段的 我跟你講 那些股票真的之後 會讓你 燙手啊 你知道什麼叫燙手嗎 你手去摸到燙水一樣燙啊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那今天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大家稍微的嗨了 大家一定都 我跟你講一定都是這樣 因為 這邊不敢買嘛 對不對 漲上來這邊也不敢買嘛 對不對 那漲到這邊的時候 然後一看到 蛤 壞了 我又沒有買 我真的空手 所以昨天農資是不是生氣啊 我還要咬空手 他現在市場都在說 我要咬空手 是要咬空手 咬空手 咬空手是在這邊咬的好不好 到這邊你要咬什麼空手 對不對 然後結果大家真的 有些人就被那些人講的 虎的 一嫩一嫩的 然後結果就跑進來買 就覺得 來拉回來真的是找買點 你知道嗎 拉回來找買點 才拉回來沒多久 要找什麼買點 我說大方向而言 所以就去追啦 這想也知道 不會啦 這個盤還是要整理啦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回檔整理 那 好我的股票跟大家報告 第二階段的股票已經陸續在進行 所以你要操作的是第二階段 我想這部分 這段時間我一直跟大家講 好 來那 崩嶺完之後就是賺錢的機會等等 那現在反而上來了 當然你急了 其實這時候你不需要急 你真的要急 你真的要買 是要買未來真的成長型的啦 好那我想這部分其實第一階段 我都跟大家講 反而已經接近尾聲了 其實第一階段大部分都接近尾聲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漲漲股票開始 這兩三天再拉 所以這些不要買了 好那個 要買的是第二階段進行中的 就是未來漲望好的股票 好那其實你看一下比如說像3324 這也是我們手中的股票啦 3324 雙紅好了 說真的你看今天好了 對不對 今天的股價還不是很穩穩的 你看一下這一檔我們做兩趟啦 你看一下今天股價也是創新高啊 144啊 這幾天媒體不是三不五時就要寫一下 三送下修手機 一直這兩天啊 寫了兩天 寫了 這個禮拜我記得禮拜一好像也寫啦 那今天又寫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 每次都講 雙紅啦 倒立光啦 對不對 聯發科啦 啊啊啊啊啊啊這是怎麼 阿蘭的贊飲的營收比重 分開你搞不好一巴就沒有 一巴咧 我一巴咧 中低接的要砍斷 讚他搞不好連一巴都沒有 啊 這樣不一樣的 啊你記者你真的做得寫 他有跟你照一斤的那樣 我好像成為半坑那樣 空中股票幹嘛 其實說真的 你不覺得這種線型看起來 就是突破 對不對 今天真的突破了 看產業啦 其實我真的跟大家報告 好的股票你真的放著啦 你真的有些股票 好來 那我今天 再來跟大家 再來講一下記憶體 大家也知道我記憶體很熟啦 其實很多的產業我都很熟啦 大方向 短中長大方向 那基本上來講 對產業面的部分我的看法 不太會改變 我跟大家報告 不會因為今天股價漲了 就說這個多好 記憶體多好 你看昨天記憶體漲了就多好的啊 今天記憶體了 有時候就保守這樣 不需要這樣做 這樣你會被笑啊 產業的部分來講 產業 股價有時候會跟產業不太一樣 這是正 有時候 可是畢竟中長線拉長時間而言 它還是會回歸到產業的狀況 你一天兩天脫離 那個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股價本來就不是 因為產業不是一直在變 不是天天變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產業的趨勢不是天天變 所以股價說真的 它有時候漲有時候跌 這個是正常 只是說它的中堂期的趨勢 它還是衰退還是成長 那它的股價的中堂線 就是一個多頭或空頭 大家要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有媒體寫 價量期跌 那第三季 標準型記憶體 營收記憶體 29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就像我一直強調 現在假如還有人跟你講說 我真的覺得很多分析師真的是 不要說分析師 就任何的人很多都還在跟你講 我今年的本益比多低 今年已經11月了呢 有的甚至於更扯 拿前三季的EPS來跟你講 我現在的本益比多低 股票都是在反應過去嗎 你就直接跟我說 那你直接跟我講 聯電從1月營收創新高 歷史新高到今年的8月都創新高 7月來8月我忘了 對不對 你就直接說得好 還是你跟我說 它今年上半年賺 我跟你講 那個都是股價都 那個股價真的都反映在 那個都已經反映在 我跟你講 股價是反映未來的東西 這個才叫基本面 那你又說股價為什麼會有波動 有時候會走多 有時候會走空 因為未來的基本面的東西 有時候會修正 你知道的 就是 它真的會修正 它會修正 不是我現在看未來的 三個月半年一年 就一定是這樣 這個是大家的預期 預期當著時間走下去的時候 一天 一秒 一分鐘 一天 一個禮拜 繼續走下去 產業會看的 比如我現在看到明年的 三月底好了 我走到12月底的時候 看明年的三月底是不是更清楚 我走到明年一月底的時候 看三月底是不是更清楚 對不對 那當然又要往後看 你了解 所以股價會波動 是來自於對未來 不是 進展的 進展的財報公布 都一兩天而已啦 真的啦 你真的一定要確定 你一定要了解這些東西 你的股票才有辦法下去操作啦 因為你的 有時候我都講到會 因為你的邏輯要正確 你操作股票勝率才會高 你的邏輯只要是錯誤 你操作股票怎麼會贏呢 透透下來你怎麼會贏 有贏真的是算你運氣好 你知道嗎 真的是運氣好 不是你厲害 大家等我來 那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過去的東西 那個都已經確定 股票是在反映未來的東西 因為未來有不確定性 因為大家預測的不太一樣 有的看多 有的看空 產業等等 所以他就在多數空的那邊 弄來弄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好 那你剛剛跟你講第三季 全季 這又怎樣 這個是週限 從去年的1月到現在週限的部分 這個是今年初的高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他跟你講第三季怎樣 股價已經都跌翻了 其實他今年第二季也不怎麼樣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們要看的是未來會怎樣 好 那記憶體的部分 其實因為台灣的記憶體廠 其實他就跟面板廠類似 就是他在全球的地位很低啊 巴菲特會去買台積電啊 你看巴菲特會不會去買南亞科啊 你看巴菲特會不會去買萬宏華邦店啊 巴菲特會不會去買巡點 不會啊 他要買他倒不如去買美光 倒不如去買海尼斯 對不對 因為台灣的這些他就不是龍頭嘛 你看第一名就第一名 第一名就Samsung 第二名 海利是第三名 美光第四名 南亞科 你看南亞科這種營收 怎麼跟 海尼斯跟美光做比較啊 零頭都不夠 零頭都不夠美光的零頭啊 華邦店律這怎麼比啊 你要接我的 所以 台灣的記憶體會長肯定是一個大趨勢 比如說前兩年 因為疫情 因為怎樣缺貨啊 所以造就成這樣的 只要沒有這一種 他的景氣有可能就是一個反彈 你去買這些幹嘛 這個不會有夢啊 這個要景氣真的大循環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做過啊 就像聯電我帶領會員 其實那時候買在16塊多啊 你知道嗎 聯電啊 所以 其實我要真的跟大家講 那其實資本支出減少怎樣怎樣 不是嗎 其實資本支出減少 其實說真的 很多的股票會漲 可是漲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 股價在低檔的時候 資本支出減少 財源會讓股價漲 可是漲到一段時間之後 反彈到一段時間 資本支出減少跟財源 會讓股價跌 你要懂得清楚 你知道我的意思 比如說 大家在那時候 大跌一段之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之前是不是這樣的情形 不管是美光 不管是其他公司 可是當你談了三成 當你談了五成的時候 我希望你的未來的漲望 公司講出來是好的 結果你再跟我講 資本支出減要刪減 我還要裁員 未來還是不好 不是股價就是怎麼上去啊 所以有些的邏輯 大家真的要搞清楚 所以 假如你真的要買記憶體 我跟大家報告 DDR5 是未來的趨勢啊 假如你真的一定要買記憶體 不是DDR4喔 不是DDR4喔 大家瞭解我的意思 也不是什麼DDR3喔 DDR5 因為陸續會轉向到DDR5 那你就自己查一下DDR5 因為 這一塊 因為DDR5這一塊 台灣也是很弱的 那當然OK啦 當然因為這個是一個產業區 弱歸弱 假如這個DDR5 它真的慢慢上來之後 亮出來的價格 稍微 因為價格一定要跌嘛 整個需求就會爆發嘛 爆發之後 然後當然整個體量產值就大了啦 那你到那時候再來看 所以明年有可能DDR5 DDR5的部分 也會有可能 可是這個族群 它也比較小一點啦 然後 說真的 就是 可是你要注意的 其實不是在什麼標準型記憶體 DDR4啦 Ninflation 那些都是跌升性的反彈 這樣我的講法你夠了解 好來 那英飛零看好 需求成長 估中期營收增長逾10% 不管是電動交通 先進輔助 就是電動車啦 數據中心 其實 其實我跟大家講 英飛零的股價 這是從去年1月到現在 1月到現在 其實說真的 最近 這是週限 反彈的幅度也很大 你有沒有發現 一發半導體這種跌幅沒有很大 52塊現在至少還有大概接近38塊 羅姆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從去年1月到現在 他是創今年的新高 你有沒有發現很強 安森美也是車用的 你看他的股價是不是就是這樣趨勢向上 你在電子業當中 全球的電子業當中 有什麼股票 真的有像羅姆 有像安森美這麼強 所以他在告訴我們一件事 車用裡面 還有第三代半導體裡面 這裡面有寶啊 阿姨你找我意思 有寶啊 真的啦 我不會騙你啦 你繼續看下去吧 第三類 對不對 漢磊 加金台雅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啦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你像漢磊 我跟大家講有沒有 第三類半導體真的是趨勢 你相信我啦 可是因為漢磊這種比較投機啦 對不對 我說你要買漢磊 其實你也可以去注意 加金 因為他是做上游的啦 好 那其實更注意的是台雅啦 2340台雅 你看台雅今天大盤 那又怎樣 我跟你講這種會過高啦 這就遇到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半年線 半年線 我覺得不怎樣 那又怎樣 半年線又怎樣 OK啊 對不對 OK啊 所以你說漢磊假如能漲 台雅怎麼不會漲 加金怎麼不會漲 這個就是趨勢 我那一種產業的趨勢 每個人有選擇個股 那 我覺得因為 台雅有富爸爸 那你比較投機 你要去玩漢磊 那你就去玩啦 對不對 要玩加金 加金是比較OK啦 因為他們同集團的啦 反正這個 我就這樣說明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繼續看下去 你就知道了啦 對不對 台雅十年磨一劍 十年磨一劍 十年磨一劍 你就看一看之後 會怎樣長線 等我們 明年 明年再來看 找一個時間 比如明年6月30日 或明年底 你來看 甚至於到後年 你來看 他的股價 會怎樣 當然短線一定會有漲 有漲有跌 漲多了會回檔 回檔又往上攻 又怎樣 他就是一個多頭趨勢嘛 那我們約定 你看明年底 會不會有三位數字以上 就是百位啦 一百塊以上 你就自己看嘛 好不好 我說這種是長線的啦 有時候其實 我總不能有 我這個只是有時候拿來搶一搶啦 那你說我的回憶 這個就是在第三類半導體 就是在複製過去的第二類半導體啊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好那這個我想PC CPU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不大 那就是我們 這也是我們的股票啊 雙虹 其實你說今天股票跌好了 好還有另外一個 我比較沒講 我跟你講還有 其實伺服器這個個股表現 然後伺服器我說過 明年也是成長 可是成長性沒那麼大 第三類半導體是整個成長性 非常大的產業 還有PipeC PipeC我跟大家報告 指標就是3588的通家 你就繼續看下去啊 好你就一樣拿長線來看 你看明年底股價會多少錢 好股價會多少錢 股價是在反映未來的 你搞不好說它上半年 第三季瓦拜 那個就是 我跟你講 很多的股票說真的啦 都先跌完了啦 跌完你不覺得公布完之後 為什麼股價都不會跌 你不覺得真的都有貓膩嗎 這真的沒有什麼 其實 有時候我在想 那是因為今年 真的是股票崩盤啦 從1月崩到現在 所以當然做多的人很辛苦 幾乎 未來產業好的也是跌 未來產業不好 反正都是在跌 不管阿貓或狗 反正你就是跌啊 對不對 可是等到慢慢的信心回容之後 我跟你講 阿貓 會抓老鼠的貓 跟不會抓老鼠的貓 我跟你講 你就會分辨得很清楚了啦 因為指數假如沒什麼 就是在大箱形整理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的發現 第一隻 是會抓老鼠的貓 哪些是不會抓老鼠 我跟你講 再過一個禮拜 再過兩個禮拜 一段時間你就可以明顯的發現 可是當你發現的時候 股票有可能又 離現在的位置又漲三成 你要你敢買嗎 取決你自己的決定啦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跟大家進行說明 有些股票真的是跌身反彈喔 真的喔很多的喔 很多人不可能想想什麼面板喔 驅動IC什麼 反正自己看啦 因為我不想講那些 好來 所以各位大眾人 眼光放眼格局放大 那我想 我們在上一次 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想這一波的最低點 我們也帶領會買了一堆的股票 我想我們對於趨勢的部分來講 當然應該勝率真的是蠻高的 那指數的部分規劃啦等等也是一樣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真的是讓你 兩個動作 一個 就是讓你檢視自己的持股 換股操作 順勢把持股稍微的降低 趁現在指數在這邊整理 第二個動作 下去買一些 未來產業好的股票 其實就像我講的這些 因為那些我有時候講過 所以我拿出來 我們口袋還有名單啊 還有一些真的 明年產業很好的個股的名單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部分 然後跟大家進行說明 所以假如你有電話問題 或是想 加入我們的行列 可以撥打公司的電話來做諮詢 然後最後祝各位大戰操作順利 謝謝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每次大跌 都是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 把握超跌的便宜價格 讓我帶你買進 不要等到漲上去之後 再來墜價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留下您的資料 或直接來電諮詢 有專人為您服務 等下您的資料 必須留下 請問 請問 請問